只可浪美好的一天 一场事故而结束 肇事者头也不回地跑了 对于这起恶性事件 受害者表示 报警 必须报警 太坦喵欺负人了 而肇事者明显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 这点 草原的居民表示非常认同 毕竟谁也不想每天清晨被他狂飙而打扰 这是一只象蛆 体型跟老鼠一般大小 虽然长得像老鼠 其实它跟大象是亲戚 别看它体型不大 但跑起来速度可达30公里 每小时 如果体型相同 猎豹在他眼里就是弟弟 大象同款长鼻子 可以远距离锁定食物 一口下去嘎嘣脆 肌肉胃 但这点食物满足不了他 为了更多食物 他在几千平方米的范围内 修理条高速路 但维护起来比较麻烦 比如 看着跟大山一样的粪便 他提出了抗议 但抗议无效 那怎么办 两板 不行 两板 不好吃 这点食客狼先生表示我有经验 这碗要生吃 还可以当彩礼找对象 为了快点跟女朋友分享 没一会 食客狼就推着他的彩礼出发了 正当他憧憬着美好未来 没注意眼前的水坑 结果 当食客狼爬上岸 打算重新回去搓粉球的时候 一大拨脚马正在赶路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此时 一只鸡正在草原孵胆 对鸡将到来的危险一无所知 甚至对不速之客进行驱赶 但当他回头看到 脚马群奔驰而来 当时就傻眼了 只能撒鸭子跑了 脚马群飞驰而过 但不可思议的是 但一个都没破 把他高兴坏了 有人高兴就有人愁 相聚此时很愤怒 他的高速路被破坏得非常严重 到处都是障碍物 他都快烦死了 还要一点点清理 挡路的蜗牛也被他踢了一脚 我擦 关我鸟事 清理干净道路 为了发泄心中怒火 他打算狂飙一场 但下一秒 啊我痛啊 啊我痛啊 长颈鹿吃长满次的杨怀树 舌头扎得不痛吗 他痛不痛我不知道 但我肯定会让他很痛 杨怀一表示很不高兴 长颈鹿再吃下去 他们的家都没了 为了保护家园 他们誓死捍卫领土完整 爬到长颈鹿身上就咬 长颈鹿现在知道 只能识相地离开 蚂蚁成功守住了家园 没想到小小生物 也能对抗巨大的动物 但油猪好像不赞同 他有着锋利的獠牙 看到他的到来 猪萌一家四散而逃 对于油猪来说 猪萌太小了 你说什么 小怎么了 小就不能满足你了吗 过来给我趴下 让你知道小家伙的厉害 猪萌爬到油猪背上 给他来了个身体护理 顺便清理了油猪身上的皮虫 这让油猪非常舒服 顺便叫来了他的朋友 随着油猪的增多 猪萌一家也全体出动 帮油猪清理皮虫的同时 油猪身上的皮虫 也让他们饱餐一顿 清理完成顺便标记个回头课 记得给个五星好评 欢迎下次再来 看到这和谐的一幕 牛两鸟表示他也可以 他飞到长颈鹿身上 准备来个同样的服务 但长颈鹿表示不需要 拒绝了他的请求 他只好飞到野牛身上 野牛给了他表现的机会 可先不管服务好不好 但你捅人家鼻孔就太过分了 差评 远处一只变色龙 不屑地看着这一幕 他不想低下高傲的头颅 来讨口吃的 他表示要自食其力 结果 再这样下去 他今天就饿肚子了 正巧一群狮子在一旁休息 随之而来的还有无数苍蝇 看着这些美食 变色龙忍不住了 等等 你不是不想低下高傲的头颅吗 难道为了口吃的 要去帮狮子驱赶凡人的苍蝇 错了 我不是去服务狮子 只是想体验刀尖上跳舞的感觉 鬼 好嘞 suffering 还是 找你 这门